所有的恩典都是对夫人的一种考验 我们能够成功地面对这种考验还是失败呢 恩赐他钱财 恩赐他孩子 恩赐他妻子 无论是知识钱财妻子等等这些恩典都是阿拉丽的考验 你是否要成功地面对这种考验呢 我们如何成功地面对考验 通过两个方面 首先 在恩典来临之前 我们只看了一看了 你现在走在路上或者开着车开在路上 我们看到金式的很多装饰 大楼啊 汽车了等等 许多金式的装饰 许多人会想到 如果我有一个朋友当官了 那么他会给我钱财 那多好 如果我知道那个大商人 他给我钱财那多好 我们应当向阿拉祈求乐圆 我们应当向阿拉忠诚地去祈祷 我们不能向阿拉以外祈祷乐圆 为什么 因为只有阿拉才能赐予乐圆 任何阿拉以外都不能赐予 那些吉养 不管是孩子钱财等等 一切都是来自于阿拉 有一些人 想获得钱财 光想着认识一个当官的 或者某个大商人 那都是 没有想到阿拉 这都是错误的 有些人问你 如果这些 判决这些长官 那些头领们 他们怎么做的 他们那些都是怎么做的呢 学者们怎么做的 如果你只是依靠那些人了 依靠那些人了 依靠人不依靠阿拉了 那都是不可以的 长官说你拿这些钱财 这些钱财是阿拉赐予的 还是他赐予的 这是首先的考验 第二个考验 安定已经来到你 钱财 你用钱财 你用汽车了 你用妻子了 你用孩子了 你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怎么办 问问 现在问你 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些恩典 你说这是我工作的结果 我努力工作的结果 这是失败的 应该怎么说的 应该说这是阿拉的恩典 这样做这样说 这样去认 相信这样的信仰 才是正确的 所以全的恩典 都是对人的一种考验 人们面临着成功 还是成功面对考验 还是失败面对考验 我们成功 需要从两个方面 我们在恩典来临之前 我们只求阿拉 祈求阿拉 能够获得恩典 在获得恩典之后 我们向阿拉 感谢阿拉 那才是正确的 在内心上 人内心要知道 一切恩典 一切吉养 都是来自于阿拉 嘴上如果说 嘴上说 祭奸阿拉 说恩典来自于阿拉 我们在身体上 执行上 健行上 把钱财 弄在主道上 弄在政治的道路上 呢 好